地震来时该怎么办 小志工实地演练 要保护你的头和你的脖子 保温毯 逃难时要带什么 孩子们的回答是有趣又实用 带玩具 好不好 妈妈妈妈 好 因为玩具可以安定他的床边 美国总会举办禁私小志工培训营 进入第三梯次 除了正确的防灾宣导 户外的活动更吸引人 这次以珍惜为主题 如何洗水 实地体验 一盆水可以玩大队接力 倒进去 加油 也好 也能擦桌子 清洁环境 桌子已经干净了 最后还能回归大地 滋养万物 在游戏中 比如说今天都是做游戏 小朋友就很开心 就很快乐 然后就学到了这些东西 地震的那个急难救助 然后跟神水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孩子们一边玩一边学 家长也乐在其中 因为口口相传 所以有外面很多的人 也一起不断地加入我们这个小志工的行列 因为他说孩子改变了 他说孩子们变乖了 孩子懂得珍惜 懂得信任 懂得在家里面有规矩 你有没有喜欢来这里 有 那下一次我们还要不要再来 好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宫 美国组合报道